朋友们好,欢迎光临采燕油市的频道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软博子和硬博子大蒜的区别 首先,为什么要区分软博子和硬博子大蒜呢? 那是因为只有硬博子大蒜长酸苔 而软博子大蒜是不长酸苔的 新鲜酸苔炒腊肉,那是吃和门一想吃就留口水的美食 很多人种大蒜,就想吃酸头,但更想吃酸苔 所以,在种大蒜之前,一定要知道软博子和硬博子大蒜的特点 现在我们来看看软博子大蒜和硬博子大蒜有哪些区别 左边的两个是软博子大蒜 右边的两个是硬博子大蒜 很明显,硬博子大蒜的中间有个博子 而软博子大蒜中间就没有博子 将大蒜包开之后,硬博子大蒜的博子就看得更清楚了 软博子大蒜的酸瓣比硬博子大蒜的酸瓣多,但酸瓣比较小 软博子大蒜比硬博子大蒜更容易变大蒜变质 软博子大蒜的乘处时间比较长,最长可放一年 硬博子大蒜的乘处时间较短,一般不会超过半年 软博子大蒜不容易爆皮 硬博子大蒜则相当容易爆皮 软博子大蒜温和 硬博子大蒜辛辣,味道更好一些 软博子大蒜容易被冻死 硬博子大蒜的抗凳性则很强 因此,美国五区一北和加拿大的业余能民最好种着硬博子大蒜 最后,我们一起总结一下软博子和硬博子大蒜的区别 软博子和硬博子大蒜各有欲缺点 如果你住在北方,这应该选择硬博子大蒜 如果你一键腊肉炒三台,就眼睛发亮 那就没得选了,只能种,硬不吃大蒜了 感谢光临采燕一次的频道 请分享和订阅 谢谢,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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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